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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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检查我能看到吧 我们这个房间已经有两个月空着的了 因为我在门西哥 我能看到这个蟑螂 有一些东西不同了 所以他在不断的去寻找 所以我的手中 我就开始去到这个门那框里 他觉察到了我手里拿这个东西要去打他 所以有多少的时候 自然是多么的令人惊喜 有多少来自自然的视力别人去接收 有多少时候 我们越从海豚 从鲸鱼 从鸚那里去接收 从马那里接收 之后是的 还有猫狗等等等等 我们有这个奇怪的排名 哦 那些是排名 在前面的那些东西我们要去接收 然后 之后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够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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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我们可能有一些观点去 比如说有人会害怕嘛 所以我们会设计屏 这样如果我们对某一些事物 我有一些屏障 有一些观点评判 如果没有屏障 我们如果有屏障的话没有接收 还有我们对于什么可以去接收 我非常喜欢你说的这个渣浪故事 那是很多人不愿意 不喜欢的不愿意去接收的 比如说如果去厨房 然后踩到一只的话 我会不想这样发生 那 现在 我 实际上这些动物一直在那里引导我们 贡献着我们 那些 我没有观点 我们可以从什么那里去接收 我还记得Garrett Donalds 他们说 待会有一些事情不是那么好的发生的时候 那么可以去质问一下 这对你的人是有什么贡献 我发现这是我非常喜欢的质问 当有这些情况的时候 那么也许我有这种观点 这对我来说不好 然后我去看看这个题目 去看看这对我的人生事件的贡献 我的事件会更拓展 那马 我非常喜欢 因为我们有一些生物我们是会有观点的 我喜欢不喜欢它 我不知道对它们做什么等等 所以我们会讲到很多马的方面 我们是否跟它们共同创造 从它们里接收呢 它们能够改变你的人生吗 还有关于马的 也是令我惊奇 令人惊奇对我来说总是这样 就是马 它基本上是一个群居的动物 它跟其他马一起来去居住 它并不会独居它喜欢跟其他的马一起生活 如果它们喜欢群居 我们人类试图成为这个群族的一部分 对我来说很有趣的 这是一个很 充满探险的 有活力的部分 因为马它是一个捕食的动物 我们实际上我们也会捕食 我们会吃肉 吃马肉 所以我们对马来说是一个 是一个捕食者 我们现在又让马信任我们 而马天人的本能就要离开 你是一个捕食者 最好要离开这里 那么马已经在我们周围很久很久 它们帮助我们发展了 我们的成为地球的齐居者 通过照料我们各种各样的事情方面 马一直都是一个贡献性的能量 很久以来 那仍然有一个小小的屏障 我们需要去克服的 有一些人在说 我如何信任一匹马呢 实际上更多的是 是马如何可以信任你的 马如何可以信任你 你不会吃掉它 因为你确实有这个能力 而马是知道的 所以很多的时候 当我们拥有这些提问的时候 我们觉得 我们必须要去学习如何信任马 但实际上 真相是另外一个方面 如果你为它转过来 并且意识到 你要开始去以某种方式行为 让这个马对你是舒适的 之后 就会变成一个不同的故事 因为突然之间你意识到 哦 是的 这马很大 也许你会害怕它 但真相马 实际上有很多的 对你来说 它是不信任的 那我也建议 我们跟马互动的时候 我们要有提问 很有不同的能量 我们要觉察 并且有那个意愿 跟马共同创造 通过XS的工具 我看到 马也会变得更好奇 在跟我们共同创造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好奇的 我们在提问 如果我确实有一个提问 是的 我不信任我自己 而马也能够感知到这一点 它们能量层面上 哦 它的行为实际上 是跟我们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马是我最棒的 共同的创造者 因为它不会有任何的 过于它会成为你所成为的一切 还有那份那些和意愿 也去等待你去任何时候去改变 任何时候去选择 所以如果我们愿意去知道 这是可能的 对于人来说也是可能的 我们也愿意从人 从动物那里接受 注意到我自己 我信任我自己 当我跟马一起工作的时候 我会更信任我自己 那么对我来说 我会变得更有力量 我的选择会不同 因为比如说 我可以保持 动物它们要离开的话 它们就会离开 狗吗 有一些狗它们 我没有办法 我可以抱 但是有一些狗 我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这是一个 互相信任的过程 是一个共同创造 最终是非常热爱的 它们愿意在这里 为我们在那里 如果你是否愿意去接受 对我来说 我的世界好多次都融化了 我也很感激 我能够共同跟马来 创造 我也很感激 苏西米一直在做 还有Garry也是 他已经改变了我生活的方式 同时他也在创造我的生活 让我有更多的允许和接受 而不是成为那个 我曾经经常会做的那个退途机 是的 这是很美妙的 非常感谢你所说的很多的时候 你所展现的方式 非常快速的会展现给你 没有任何的过滤 就像你所说的 没有时间的延迟 你所展现的方式 这个马完完全全的展现 那是什么 它并不是关于 这个马是个镜子 它并不是这样的 而是 马能够感知到你的能量 马也知道你在哪里 马知道 你着急 马知道 你是不安的 马知道 你是愤怒的 马知道 几乎是所有为你发生的一切 之后他会回应的 每一片卡都不一样 所以你知道 如果你展现的时候 比如说 你是个退途机 你会有一个持续不断的 一个催促的话 有一些马 可能会 在避免你 不接近你 有一些马 可能会变得不安 或者就到你面前 你要什么 你要什么 所以真的取决于 动物的性格 它们是如何去回应你的能量 它们总是回应的 还有 所以这个部分 在我已经到工程当中 我看到人们 真的能够认出 它们是如何跟他人工作的 它们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 如何展现有一个女士 但是 他应该 让马在 他们周围走路 他在不断的努力 之后他开始祈求 这个马青 你为我这样做吧 很有趣 因为 这个在你的工作当中 是怎样 当你让人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们没有传达 你就开始求他们吗 他说 是的 那这是否有效呢 因为对马来说 事情不通的 马只是站在那里 你要从这里得到什么呢 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指令 等他求这个马做什么事情 但是这个马甚至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 所以 很好向能够看到这点 因为他非常非常地清晰很快速地展现出来 所以这也是一个练习 在意识歧视的课程当中 也许你会参加的 也许你看到你自己你是如何处理的 当你有这样的任务的时候 也许你不知道如何做 有力量去做 但你确实有一个想法 你要做的是什么 但你不知道如何去创造 你要做到哪里 你社会的不安吗 你会成为有强迫的吗 你会成一个婊子吗 你会成一个祈求者吗 到底是什么 你如何去处理这样状况的 非常有趣 能够成为这个一部分 是的很真实 当我总是去看 人们愿意创造的是什么 我会使用马来去引导你 口望在人生当中出现的改变 他们非常愿意去贡献 所以不管你在哪里 不管你真正口望的是什么 就是我会增加一匹马 能够创造一个非常不同的觉察 没有任何的评判 没有任何的投射 真的没有正确错误 他们不会站在那里 我们来等他来 现在 我的天哪 怎么花这么长时间 我们会这样的 他们不会这样 他们只是站在那里 但如果你不在那里的话 他们会说 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吗 我们可以成为我们 当你去转辩 当你改变 当你选择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共同的创造 跟动物的共同创造 跟马的共同创造 是非常清晰的 对我来说 我在交流的时候 当我们用言语说的能量产生 我们不是一致的 我们没有说同样的事情 对马 对动物来说是同样的能量 非常清晰 如果不是的话 不清晰 我们说 我们以为是清晰 我用这个词是清晰 也许对接受者来说 并不是那样 所以我交流的 我说的是什么 你应该接受 而是这个接受者在那一刻 从我那里接受的是什么 我非常喜欢跟马的这个互动 我确实跟他们讲话 你会看到能量的转变 当我在那里 和我没有在那里的时候 我有观点的时候 如果我害怕的时候 我如果有结论的时候 很多人们先前会害怕 大概50的意识歧视的课程 他们是害怕嘛 他们会说出来 有的人说 Listen 你必须要承诺 我必须要在马旁边站着 我说OK 我通常会忘记我的承诺 但是我说这里 在课程上 没有什么是你必须要做的 我们没有一个目标 你必须要去达到 这是正确的事情 没有这样的 就是你生活当中 不管你要选择什么 你愿意走到哪里 那他们会创造很多的觉察 在这个练习当中 我们能够更多的觉察到我们 他们是没有任何观点 什么是正确的 他们没有观点 我们有一个目标 当我们有一个目标 它没有出现 然后我们会对自己评判 在这个星球上 实际上我们并不需要评判 但它是如此的常见 我们甚至不会觉得 我们有了评判 但实际上我们确实有 我非常感激的看到 那份没有评判的空间 你没有在评判自己的时候 那个共同的创造 那份能量 那个你拥有的 对自己的空间 以及对其他人的空间 太美了 我非常喜欢 这是我想要在这个星球上 想要拥有的 每个人能够 进入到一个不同的时效 你选择你的时效 我看到有人说 他做练习的时候 他们有觉察 他们回家 然后跟我发了信息 哇 现在跟人们来说 跟他们讲话 变得更轻松了 这太棒了 所以这有改变 哦 太棒了 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奇妙 在这方面很确定 对不起 我好像有一点咳嗽 我觉得有一些事情发生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我不断的咳嗽 不管怎样 是的 总统来说 真的 Gary Douglas Access Consciousness的 唱识者 他总是会说 所以在学到 他从马那里学到 他三岁的时候就跟马 就在马周围 他祖父那个时候 给他第一匹马 他后来又成为一个马的训练者 就是在他开始做其他事情 之前 后来来到他生活当中 所以他很长时间以来都在 积极地参与在马的事物当中 他总是在说 哦 我在开始 我说哦 是是是 那现在的 我真的在 懂得他所说的 当你跟马在一起的时候 马上你展示一些东西 那真的会 一直伴随着你 就真的是 你在 你在学到一些 你可以 永远拿着的东西 确实知道 有一个不同的觉察 即便 有一个人在引导你 是有一个不同的空间 最像类似曾说的 那个没有评判的空间 马真的没有任何的 对你的评判 一点都没有 下一次 并不是说他们只是 站在那里 如果你不确定 你要的是什么的话 如果你没有在那里的话 那马会转身 哦 我现在要去吃东西了 你知道很简单 你不需要我做什么 所以我要去吃了 那么这也很有趣 所以并不是说 他们只是 不管你情绪的什么 他们都在那里陪伴你 不是的有的马 可能会 假演号 会跟你抗争 很多时候有趣的部分 马 那些抗争你的马 那么同时 他也感知到了 你内在的抗争 所以说 再一次的 他们在抗争你 因为也许你不确定 你要的是什么 你不确定如何做 所以他们加一个 演号在抗争你 或者 你感知到了 你自己人生当中的 那个抗争 你会被一切抗争你 对抗着走的一切 有一些人 确实会这样做 我们有一些 方式 我们在演到我们 人生 我们甚至没有 绝杀到知道 我们 跟马在一起 跟马玩耍的时候 突然之间 哦 哇 啊 那是我在做的吗 那是我如何在人生当中展现的样子吗 哦 我真的希望这样做吗 我真的希望这样吗 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我想要去做和改变的呢 所以我们可以有这个机会 很有趣的部分就是当你改变那一瞬间 真的是你改变那一刻 马就会跟着你改变 就在那一刻马就会改变 我一直都在看 不断不断的看 到当有参与者 选择一些其他东西的时候 他们愿意 OK 我们来再次选择吧 那马他会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式回应你 你就想 哇 这太酷了 所以马他也不会抓住任何的东西 马不会找到你 哦 你知道的 五分钟之前你是个婊子 现在我就站在这里 我向你展示 我不为你做任何的事情 因为你是个婊子 马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思考的 他们不会不愁啊 他们不是以那样的方式运作 所以说 你知道 是的 真的很有趣看到 帮你愿意去成为不同的时候 马 OK 酷 这很棒 谢谢 是的 哦 现在你知道了 哦 我也会被你这样做的 他们总是在等待你去选择 选择对我们来说 并不是我们觉得他是的 那么这也是我很感激能够看到 真的是不断不断不断的选择 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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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我选择完了就结束了 他们能够感觉到你是否跟你的选择在一起 并且一直在选择 那个十秒低增 他真的 这个能量十秒 你要再次选择 当我看到这把的行动的时候 这个太美丽了 因为 对于我的马来说 我的马真的每一刻 他没有选择的时候 哦 我没有选择他要上别的地方 很难以置信 每次他选择 这个选择就能够指领这个马的能量 不管他在选择什么 所以这也是大家可以去玩耍 access工具 哦 你是在你头脑中的 还是你在真的成为这些工具 你真的愿意放下你所有的观点 任何的投射 任何的结论 他们应该如何运走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哦 如果说什么他会出现 呃 这是要保持在提问当中 那么提问意味着什么 当你在跟一个动物共同创造的时候 所以对我来说 我有了一个共同的引导者 我有很多 嗯 思绪 我们有很多其他的 呃 共同的这个引导者 所以我们在那里会有一些 跟你共同创造的引导者 这些马 你会看到你在哪里卡住 这样思绪说的 你会看到背后那些东西 可能有很多的层面 那么 还有一份不赦报 在马那里 如果你放下你的屏障的话 我们不会一次穿越所有的 的不同层面去改变很多的时候 这也是我觉得美丽之处 还有创造的魔法 在行动当中的仪式 会对马也有贡献 那么展现出来 他们也会有 也许会有一些 他们在他们主人那里卡住的东西 或者他们提取的那些东西 所以这有很多的方面 有的人说 我必须要去选择 比如说我要去贡献马 但是如果你不接收的话 不接收我的话 我也不会接受你 所以就是一直持续的 共同创造 给予和接受 我记得 当有一个身体工作 就在这个课程当中 之后我们对话 他说这是第一次 他做身体工作 跟一些人 跟一个身体在一起 那个身体没有任何的评判 他说 这是一个不同的能量 他说 现在我知道这是 我如何成为一个不同的空间 所以你会有不同的练习 不同的身体工作 我非常喜欢 跟体温和交流 跟动物的体温和交流 非常有趣 我们有很多的工具 所以有一些东西 会出现 那么也取决于大家 渴望的是什么 是的 我知道 一定会有改变的 因为 马在贡献 当然我们可以抗争 当然我们可以说 不 那么这也是 被允许的 这是你的选择 这是我喜欢的 选择 会创造 所以不管你选择的是什么 那么他都会创造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 在其中出马乐趣 我总是去提问 让马来向我们展示 我们没有觉察到 能够贡献给我们的人生 我们不愿意有觉察的 所以我就开始问他们 我总是会这样做 当我去骑马的时候 让他们展示一个不同的世界 他们实际上非常 最差于我们的世界 像我之前 我觉得 他们真的可以这样吗 我们选择的 在这个世界上选择 但他们确实是有觉察的 所以我经常会说 是的 他们如此的觉察 它是我们最棒的一个 我跟马开始有那本 好玩的能量 因为他们 他们不是去投手 而是我们可以去提问 提问 会出现什么呢 之后展现出来 真的很有趣 在之前 我跟动物工作 我总是有结论 这是正确的事情 现在我做的好 现在他们会开心了 而不是去提问 我真的可以去 请求这个吗 请求只一只狗 这也是我们作为人类 我们觉得我们应该 看起来知道 而不只是去提问 去请求 那这也是我非常感激的 那这个我觉得也是 你永远都不会停止 开始觉察到 提问证这个部分 请求的部分 我们没有被叫到 你要去请求 我们作为小孩子的时候 我们停止了提问 因为我们 太多的问题 做一个两岁的孩子 你有太多的提问 那有可能也会 让你的爸妈烦 但仍然你有很多的问题 那么基本上 你会关闭很多提问 在学校的时候 都是关于找到答案 所以提问 所以提问 这也是一个肌肉 我们都要去再一次去建立 我们要愿意在我们世界当中 拥有的 不是来自结论的提问 而是从好奇出发的一个提问 所以 SS上的提问 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 真的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 而不是说 我知道没有什么可能了 但是我只是在说这句话 当你做SS的时候 而是真的成为那个能量 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 不管发生什么 如果你在一个很糟糕的状况 或者是好的状况 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状况当中 还有什么其他可能性 都会打开一扇大门 打开 真的还有什么是可能的 所以这个 是如此的真实 导致在提问当中 把提问作为你的一个基础 这是一个很大的工具 而动物 他是很感激的 当我们在提问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我们会有结论 尤其是 当这个关系 行不通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结论 为什么 他行不通 为什么 怎么样 因为 因为 为什么 我们从来都没有拥有 那份空间 却在那里 真去提问 到底这是什么呢 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从来都没有 用那个 拥有那个空间 真的不是时间 而是 你要拥有的空间 在那一刻 去提问 那份空间 去待在那里 而不是图马上 跳到另外一个 结论另外一个答案 而真的就在那里 带个提问在那里 也愿意去 让它展现出来 向你展示 发生什么 有些人说 有些人说 他们 跟 年幼的马在一起 拿这个马在咬 咬人 OK 那是什么呢 现在他们有个擦伤 OK 那是什么呢 你愿意去 感知 不管那是什么 而不去下结论 不如去 咬人的马 就是个坏的马 并不一定是这样 尤其他是个小马的时候 小马他不知道 我们是多么的不安 当他们 互相咬的时候 你看到他们 玩耍的时候 他们会 互相踢 互相咬 如果 是我们的话 我们可能 从头到脚 都会有 擦伤 那他们会 互相 玩耍 没有那么受伤 如果我们是一部分 我们不会那样 不会像马那样 所以马也要学习 我们是脆弱的 我们 比其他马要脆弱得多 所以你如何教导 一个小马 你是脆弱的 你可以使用 怎样的语言 来向他们展示 当他们咬你的话 真的很痛 所以 去看到这一点 而不去下结论 如果马咬我的话 他就讨厌我 不是的 也许吧 你知道也许吧 那么也许 那个特别的马 他讨厌你 我也很怀疑 你知道吗 我真的 不太相信 真的要愿意去 拥有那份空间 去成为那个能量 你好奇 到底发生的是什么 发生了什么 而不去 有固定的结论 或者你听说的 管理马是怎样的 或者你的 管理马的惊讶 是什么的时候 还有其他人 你周围的人 对于马的体验 当你第一次 遇见马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 你小孩子的时候 也许你的祖父母 你的爸妈 在一个游乐场 或者你接近马的时候 跟你父母在一起 那么第一件事情 人们会拥有的是 我的孩子会死 在一个马周围 这个马会踢它 会踩住它 这个马 会伤害它 所有的这些事情 都是绝大多数的 父母们拥有到 孩子们跟马在一起 那么你是高度觉察 你能够提取到 所有的星期 现在你觉得 你有这些 对于马的思想 感情 情绪 是你的 而实际上它 从来都不是你的 只是你从你父母那里 提取出来 当你第一次遇见马的时候 所以你可以 把它们返回 给发送者 如果你愿意的话 很酷 我注意到了 当我遇见动物的时候 你也可以去试 当你跟马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放下屏障 如果 它们很多时候 在那里 所以你经常的 就把你的方向 屏障放下来 我也可以去提问 我对你可以成为 讲到贡献 我也可以去提问 我可以从你那里接受 这样的贡献 总是有一个流动 在我们 之间 你是不是太能强盗的 当他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能咬你或者是 做一些可能 有的接受不了的 我们总是很快速的价钱 在同时 可能他们只是 试图告诉我们 一些方式 以他们认为 跟我们沟通的方式 还可以去提问 你试图告诉我们 什么 这个 行不通 这真的很痛 请你不同的方式 向我展示 你注意到很多的动物 它们接受到 你的整个的世界 你的思想 你的人生 你的生活 那么 如果有一些方面 你不愿意临赛 不愿意接受的 有一些时候 他们会来到你 嗨 你能看到这点吗 你能看到这点吗 如果你不愿意去提问的话 你觉得他必须 因为他们咬你 那么 有一些直接的状况 可能是万万全不一样的 在你原生当中 完全不同的领域 那么这也是那个魔法 他们觉察到 你的整个世界 不仅仅是那些在你面前的 那一刻 哦 他们想要什么 他们想要吃什么 如果要觉察 它可能是完全全不同的 它们可以是 在研导你的生活 当你看到的时候 并且去提问 你看到一个流域 你会看到 哦 马也会发生一些改变 还有其他的动物 真的 有的马 在指着这个 那个参与者的背后 哎 OK 现在我们接近某个地方了 很有趣 所以 动物那种 是想去贡献给我们的生活 不仅仅是 我们觉得 是 那一刻发生的事情 而觉察到 它比那大得多 那么他们如此的 愿意贡献给你 创造更多 选择更多 有更多乐趣 当你快乐的时候 他们说是的 我们来就像这样吧 他们不想要你是一个完美的正确 又一个完美的 不管是什么 完美的做 就完美的提醒 他们想要你跟他们共同创造 又有乐趣 你会看到 当你去问马 提问的时候 你会 没有办法停止的 因为他们要求更多 这是我想要到的 就是告诉这些主人 如果我们开始的话 他们正会改变你的马 他们会知道 你了解 他们会要求更多的你 我会提醒他们 会提醒参与者 也许你想要你 生活当中有机马 在课程之后 人们会买马 又有机的马 这是一个保障 在课程之后 人们会买马 我记得跟他说 在导师信的时候 他说过 人们也许 在之后的想法 也许他们不知道 拥有一批马意味着什么 所以我们也要提醒你 那么 他是一个很棒的 引领者 不仅仅是在情形方面 那么大家可以起马 有很棒的体验 可以起马 对于意识其事 真的关于跟马 共同创造 在课程上 也许你坐在马上 通常我们不会 骑马在课程上 我们只是坐在上面 行走 取决于你在哪里 下一步 对你来说是什么 我们没有结论 这个课程会怎样 因为这是一个能量 我们会追随能量 跟大家共同 跟马一起 跟土地在一起 那我觉得 这也是一件事情 我非常感激的 我会理解到 这不是一件事情 接受 而是从一切那里去接受 那如果停止 从土地那里接受 那也会很尴尬 所以我们也是会训练 从所有那里去接受 一切都会贡献给你的人生 即便是蟑螂 如果你允许它在那里 也许你不用想要它 在你生活当中 那它们也愿意在那里 所以你是否愿意 从所有一切那里去接受呢 我们是否愿意去看到 真的没有任何观点 跳脱出结论 结论在动物方面是 没有任何效果的 但我们觉得 我们觉得我们很聪明 如果有正确的结论 同时 这是一件事情 我看到他们选择 有某种行为 或者有一个 物理上的事情 在课程上我想 我告诉主人 不要去下阶段 食物是错的 尤其他们在向你展示 这些不同的东西 可能是食物 可能是他们不想让你 给他那个工作 真的要去不断提问 因为他们也许选择 一些不同的 物理呈现肉体的东西 也许他们做了一些 他们并不想要做的事情 他们知道你是知道的 有一个参与者他在提问 我们是否给他们一些例子 如何去创造 跟马共同创造的例子 那有一些是 马上就觉得 肉体上线性的 你跟马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开始 真的跟他们玩耍 不管以什么样的 方式去行 他们要跟他们行走 在地上一起行走 通过共同做一些事情 但是我们也在看的 就是一个能量层面的部分 就是马上这些 非线性的也是非逻辑的 我还记得很多很多很多年前 我的第一匹马 那么有费用 你确实要付一些钱 当你有马的时候 这就是他运作的方式 所以你知道我不断的 看这个方面 我没有钱要付这个款 为什么要有马 为什么在做这些事情 为什么选择这些费用 我现在还得养我自己 我不断的去进入到这个奇怪的 局面 有一天我在想 啊 等一等 打扰一下 我们来改变这个方面吧 我真的开始去跟我的马交流 嘿 你是否可以贡献 给我的生活钱呢 它并不关于信息 哦 马将会去赢得奖 会给我赚钱 类似的事情 而只是我不断的去请求马 来去贡献给我 金钱留 突然之间我有了更多的收入 我没有办法向你逻辑的去解释 我甚至没有发问你解释 我做了什么 只是突然之间有了更多的钱 有更多的钱更多的钱更多的钱 哦 我觉得这真的很有趣 现在我有更多的马了 也有了更多的钱 这真的是很有趣 这是如何运作的呢 我没有办法向你解释 但是我真的开始去问这些马 让他们贡献 还有对我的猫狗也是一样的 我去提问他们 嘿 你是否贡献给我的金钱流呢 现金流呢 拜托 我还记得跟我的马也是这样的 之后我会有不同的选择 很有趣的 每个人都说羊马很贵 那我赚了更多的钱 就是我做的最好的这个投资 哦 我创造的更多 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投资 哦 我说是很有趣的有这样的对话 所以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但我没有办法去期待它 但我可以去请求 可以跟那个共同创造似的 我知道很多的人有这样的观点 他们很过意的去拥有马 有动物 任何的 那么如果有这样的观点 我们看这会创造什么呢 也许我们在课程上也会讲到这一方面 跟从动态里去接受一个 美妙的事情 我没有办法去期待 但我真的可以去请求 并且创造和接受 所以真的很美妙 那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马 很酷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你并不需要拥有一个动物 来去请求他们给你贡献 简简简去提问 让动物们贡献给你什么能量的 它们可以现在去 供献给你什么 什么动物可以现在协助你 在你所在的状况当中 我喜欢这个 如果你在任何的冲突 任何的在你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 去问一下这个动物的能量 什么动物可以贡献给现在的冲突 现在的对话 现在的事情 还有去 我看到人们有这个反馈 我的世界当中有某种能量 比如说不是肉体上 而是那份能量 它们会提问 那么它们会做什么 那个动物会做什么 突然之间事情会转变 整个能量会转变 它们的冲突会化解 你并不需要有一个 特别的具体的动物 或者有马在你的世界当中 才可以去请求 请求那份能量在你出现在 你的人生当中去协助你 改变一些事情 所以说 有一个参与者他说 我们是否可以回到这个主题 关于准备一匹马 怎样改变我的生活呢 整个的我们这个对话 都是关于这一点的 它有非线性 它并不是关于 做这个马就会改变那个 为你改变那个不是的 而是你是否愿意去接受 马的能量在你的生活当中 它看起来会是怎样的呢 我非常喜欢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拥有什么 之后我们才可以去接受 我们是连接的 我们是有联系的 而我想说的是 你可以去请求那个能量 贡献给你任何的能量 即便是其他的事物方面 我喜欢你所说的 我们觉得它必须以某种特别的方式 我们总是创造一个亲密 当我们接近一些东西 我们拥有的 比如说我有我的狗 我有我的自己的马 只好我们才能够创造魔法般的连接 或不是的你永远都不需要 拥有一个动物才能去接受 或者去贡献或者去跟它共同创造 那你要去请求它 一个马一匹马是否会 改变你的生活可以去提问 如果你可以去提问 马是否可以创造改变你 是否可以跟马共同创造 去提这些提问 马可以改变你的世界 去提问一下 什么会创造你的世界 你真的应该去连接动物 允许它们去贡献 允许它们 向你展示不同的时效 你真的很有趣 我们的所有一些的投射 所有的动物 它们应该怎样 它们应该活成什么样子 还有这个课程应该为你创造什么 为它们创造什么 如果我们有没有任何这些的期待投射 而是我们超级好奇 我们也不需要对任何的动物 有任何的结论 即便你现在有马 嘿 下期见到马首 提一个问题 不要去推论 你跟自己跟马有完美的关系 去提问你能跟我展示一些不同的东西吗 你可以帮助我们 通常我会跟动物有一个商务时间 如果有课程有很多的马 我想利用它成为我的优势 我可以跟它们聊天 嘿 你们是可以帮助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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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你们有这么多的时间来给我们创造吧 很好玩的 它们知道所有的语言 我会开玩笑 我每题吧 我都会开玩笑 它们不在乎你在使用的是怎么样的语言 根本不在乎 这也是很有趣的部分 你并不需要提一个正确的提问 而是开始好奇 也许马向你展示 同时也非常开放 非常好奇 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向你展示 而跟你下结论的不一样 它们看着你是这样的方式 那么就是什么意思 它们做那个 那是不同的意思 如果你可以随便不在创造所有这些 也许它们每时每刻都是不同的 突然的事情 对我与我们的身体这个很疼痛 因为什么什么什么 哦 也许我的身体在告诉我一些不同的东西 也许马在告诉你一些不同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并不需要去拥有一匹马 才去接受改变呢 在你的世界当中 哦 是 是怎样的一个概念 哦 你并不需要有一个马 你可以拥有马 并不一定要那样 是的 但我非常爱马 我喜欢它们在我周围 每次当我在马照围的时候 我去提问 我不知道 我会有更多的轻松在这个心情上 我会有更多的乐趣在这个心情上 适当我爱动物 我也热爱跟动物创造与爱跟人 创造又不小高人分离 我也很喜欢跟人在一起 所以我想这个心球 我们可以从地球那里接收 从植物动物人类那里去接收 我们都共同生活 这时候我看到动物很擅长的 它们确实有一个跟随一切创造的 公透的能力 很多时候我们有一部分接受 这是我爱的 这是我不喜欢的 我要避免这个 我要避免这个城市 我喜欢那个 如果所有的一切都能够贡献给你 都能够跟你共同创造入我 我真的愿意去拥有一切 跟我共同创造和接收的贡献给我 如果我们可以允许 贡献给我们的生活 我不知道 也许现在我们讲了一个小时 不会改变你的生活 那么也许你会很好奇 也许你会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出现 我非常喜欢 那么有一些人们他们根本不了解 他们会出现害怕 我从来没有一个参与者 他们来到一个课程上 他害怕吗 他离开的时候还害怕吗 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 有很多的觉察 你觉察到很多人的观点 还有你跟他们之间的沟通 他们在那里 你也在那里 我们开始聊天吧 我们开始交流 实际上比我们认为的要轻松 简单的多 我们很多时候把它变得复杂 我们把它再带到轻松吧 轻松带到一切 如果你可以跟马聊天的话 你可以跟任何人聊天 真是如此的真实 是的 你知道 有人在聊天栏当中说 他 我看到一个人聊天 他要触碰一个狮子 我如何去摸一个狮子 首先呢 我会说任何时候 当地在动物周围 如果你有一个需求 一个很强烈的需求 要觉察到那个动物 很可能会奇怪的方式看着你 因为动物们 他们不会从需求来运作 他们确实有一个眼耗 带着眼耗的需求 他们吃他们 睡觉他们 会喝 他们需要一个居住的地方 那即便在这一点 那么实际上并不是一个需求的能量 我们作为人 我们会有 我们发明了这个有趣的地方 我们有的时候拥有的需求 所以当我们需求一些东西 从动物当中有需求的时候 我可以向你保证 动物很有可能 不会去传达你所需要的 而是一些其他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在 在森林当中 你需要看到一个狮子 它可能不会出现 但如果你有一个好奇 你想要遇见一个狮子 或者你从这个山里那里 拉能量 也许狮子会出现 它可能很骄傲的出现 是的 现在我在这里 也许触碰狮子是一个不同的故事 你看到奥叶剧里触碰了一个狮子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提问 你知道吗 要觉察 你知道的 任何的一切都是可能的 你知道 你要愿意去觉察当你在提问的时候 当你有这样的情形 OK 不管怎样 我自己开个玩笑 真的要去看一看 那个能量是什么 你接近它的能量是什么 你是带着好奇去接近的吗 还是 我会很荣耀遇见一只狮子 还是你从一个地方 我是一个动物高中者 我现在需要看到一个狮子 我既要见到一个狮子 我知道我如何做的 不管怎样 你要去看一看 就是很真实 当我们跟任何动物在一起的时候 真的在自然当中也是这样 当我们愿意好奇 但我们愿意去接受 真的去看看 我们成为 我们能够接受 如此之多 如果我们 有一个特别的虚实 我们已经有的 不需要去满足的东西 因为我知道的 你知道它如何影响很多时候 你需要去满足的 而那些东西没有出现 直到你放手 它们才会出现 因此 因为你看到 这种方面 跟你的生活 都有伴侣 我需要有伴侣 之后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三年之后 我放弃了之后 你伴侣出现了 不管怎样 所以 这也是 哦 你在做一个关系课程吗 你要一个关系吗 所以 是的 这事情也是真实 我总是发现 意识其事的课程 它触及到不同的方面 因为你不仅仅是跟他在一起 这是关于 就像我们开始这个对话 那是关于你在这个世界上 是如何展现的 它真的是包含了一些 是的 它是关于关系 它是关于你的进行流动 它是你去处理人们 跟人们打交道 是你的 还有你的评判 还有你没有的评判 全部都包括 我总是发现这个课程 是 非常丰富的 因为它 真的触及到 很多其他的领域 好像看起来跟动物 没有关系的 所以 但是因为它会展现出来 在 在跟动物的临在当中 它会展现出来 所以这个课程上 我非常喜欢的 任何什么动物 在触及的课程上 我的脸上都会有微笑 我也会这样的 就是真实的 每一个领域 在课程上 会展现出来 我们想到 你是否愿意成为 你生活当中的 颜领者 使得动物 会希望你成为一个 有意识的颜领者 而不是一个老板 你会看到 每一个领域 都会被强调 它并不仅仅关于马 而是关于你的生活 这也是个什么马 可以改变你的生活 以及它的贡献 我非常感激 非常感激 每次当我可以 演到这些课程的时候 不管有五十匹马 或者有十九马 十九匹马 我可以从他们那里去 接收什么 我可以从十九匹马 那里去接收什么 跟猜语者那里 共同接收 不仅仅是一个男的 所有的一切 我们可以去接收的 那这也是 我印象深刻的 可以去进行更多 体验更多 接收更多 还有那份不设法 跟所有理解的 不设法所有人展现出来的 能够彼此贡献的 很美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非常喜欢 跟动物一起工作 非常喜欢跟动物 跟马共同创造 我也非常感激 Gary 他总是 在那里每个课程 他说 所以这学道都是从马那里 学道 什么 什么意思 所以你看到 我现在开始明白了 他所说的 我真的开始去 知道 Axess Consciousness的能量 有个完全不同的创造事业 不同的方式 以不同的方式 跟人们打交道 感到我如此的开心 我非常的感激 这一点 我知道 我们今天没有不法讲 所有的方面 所以 这只是一个 打开一扇 可能性的大门 你可以去选择 去使用这些体验 在跟动物打交道的时候 跟人们在一起的时候 所以知道 什么时候 你有一些观点或评判 之后允许自己去改变 跟 要对自己友善 跟自己在一起 哦 是的 这个课程 可以强调 几乎任何的主题 它并不包含你的这个 起的技巧 也取决于 谁在教导 这个课程 谁在跟你玩啥 在一些课程当中 我们可能带着这个鞍 来去骑马鞍 很多时候 我们不会这样 带着这个鞍 马鞍 很多的 有一些导师 他们非常喜欢 这个起行的部分 他们会经常这样做 所以你要去看一看 这个部分 你的课程 你确实会有一个 会得到一个手册 有很多的主题 会涵盖 导师他也会尽可能去讲 所有这个手册当中的部分 那可能会走向不同的方向 那很难去预料 这个课程会怎样 而会强调的是什么 比如说主题 我会说几乎 就是追随你的指向 你的你知道 那个课程在哪里 你知道你要去哪里 你知道你在哪里 你的身体会向你展示的 去追随这个 没有一个完美的导师 就是没有一个完美的课程 每一个课程都是不同的 所以你要去选择 去选择 去选择 你知道的 我们可以告诉你 什么对你已经好 我们没有办法告诉你 这个课程会怎样 你要参加那个课程 如果你不确定 你要参加那个课程 这是你的选择 这是你要去看的 这是否会对你的人生有贡献呢 这是否会让人生更棒呢 这是你可以去提的问题 那有一个提问 我们总是会说去提问 如果去的 如果做这个的话 我们生活会怎样 在五年之后 如果选择这个 之后去比较一下 我们生活会怎样呢 五年之后 如果我不去选择的话 去比较一下这个能量 你得到我们的能量 去看一看 哪个是贡献呢 就是这一简单的方式去看到 没有任何的逻辑 通常五年 未来 人们不明白 如果你真想很疯狂 它变成五百年的未来 它真的是完全超越逻辑的 所以它有这些体验 它有自己的生命力 是的 当你跟它在一起的时候 这也是一份礼物 跟这些身体在一起 我总是在课程上问 人们 有多少的人类 你可以跟它共同创造 共同研导 跟它介绍 是的 你会知道你背马鞋 你知道我会在哪里 你知道你会在哪里 如果马鞋召唤你的话 选择它 你不知道会创造什么 你永远都没有办法 这样下结论 你会从这个课程当中 得到什么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你在 请求的是什么 当你去提这些提问的时候 这是魔法开始的地方 如果你被任何课程去吸引 比如说你想上我们的课程 去跟我们联系 有没有很多的实际的方面 要去绝招到 也许它并不是逻辑性的 为什么你会被一个课程吸引 很多的时候 任何的课程都是这样 哦好像我跟马没有任何关系 我跟 我为什么要学这些呢 也许你不知道 这是美的 你会感觉到一些东西 改变很多的身体 会改变在课程上 然后我想 哦 哦 这个马是一个整体老师吗 我的身体改变了 我会做这些细节 人们期待的什么 投射什么 我看到马 还有身体 我永远不知道 这个马 会怎样 那我们都知道 哦 这是可能的 所以说 我们不知道 你请求的是什么 我们知道 会有改变的 那么它马 会对你有贡献 我们非常开心 每个人到来 是的 我们能够见到你 能够见到你 能够拥抱你 我会拥抱你 我会拥抱你 对于马来说也是 很有效的 去问他 可以拥抱你 还有 还有一个提问 比如说 人们可以带自己的马来吗 这也取决于课程 取决于 你并不需要 带一个马来 你并不需要 去用一个马来 这个课程 就在类似说的 反对的参与者 他们是害怕马的 他们甚至不想摸一批马 但他们仍然来了 我总是觉得 真的很难以 这些人们 就会这样选择 文章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很极端的 一个女士来了 她特别特别害怕马 但现在她是一个马的 培训者 那对我来说 这是最极端的发展 一个人 大家可能会这样 所以说 是的 你知道 就像那些说的 我们没有办法去回答 每一个大家的提问 我们会讲到 死亡如果会讲到 我们讲任何的主题 真的任何的主题 那么 我们都有网站 我们会给大家 发送一个邮件 上面有一些信息 大家可以找一下我们 我们也有其他的 我们做的 我们做一些直播 其他的信息 在那里 你都可以去看 这个 意识奇事意识马 的网站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 如果你可求更多 让我们知道 我们在这里 这样的信息的 可以找到我们 跟我们链接 我们在这里 我们可以 回答一些 这并不是关于 这就是课程 而是打开 趁大门 不同的可能性 别向你展示 你并不需要 现在只有一匹马 才从马里去接收 并且去 用你的生活 让被一匹马 所触碰 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 我们 非常感激 感谢你的出现 非常感谢你的兴趣 真的很开心 能够 有你的参与 也感谢所有的翻译 你们 真的太棒了 感谢你们 为我们翻译 这个Zoom式的 那么翻译版本 也在 在下载欄当中 大家可以去选择下载 谢谢Suzi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大家 比如次的转载 然后回答 看到大家提问 是的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呢 再见了 让一匹马来拥抱你吧 C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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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son C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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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ao